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到君,戴宗定祭出乐和 诗曰 混沌出分器磅薄,人生秉性有余拙 圣君贤相共财成,文臣武士登台阁 忠良文者尽欢心,邪命听时居奋乐 历代相传至宋朝,刚兴煞要离天角 宣河年上乱纵横,梁山坡内如七约 百丹八位晋英雄,城时拨乱居山东 替天行道存忠义,三度昭安寿地封 二十四镇破辽国,大小珠江街成功 清晰洞里琴芳辣,燕行凌落碑秋风 世事集成中一传,用姿谈饼江湖中 话说梁山坡好汉,水占三败高求,尽被琴桌上山 宋公明不肯杀害,尽数放海 高太位许多人马回京,就带萧让,乐何前往京师 听后昭安一世,却留下村谋文幻章在梁山坡里 那高求,在梁山坡时,亲口说道 我回到朝廷,亲隐萧让等面见天子,便当立奏亲自宝举 火速差人就便前来昭安,因此上就叫乐何未办 与萧让一同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梁山坡众头目商议,宋江道 我看高求此去,为之真实,无用孝道 我观此人,生得丰目蛇行,是个转面无恩之人 他舍了许多军马,费了朝廷许多钱粮 回到京师,必然推并不出,朦胧做过天子 全将军事歇喜,萧让,乐何软肩在府里 若要等朝廷,空劳神力,宋江道,似此怎生奈何 朝廷有可,又且陷了二人无用道 哥哥在选两个乖爵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 探听消息 就行钻刺关节,把钟情达之金上 令高太尉藏匿不得 此位上纪,燕青便起身说道 就年闹了东京,是小弟去李诗诗家入奸 不想这一场大闹,他家已自猜了八分 只有一见,他却是天子心爱的人,官家哪里一塌 他自必然奏说,梁山颇枝的陛下在此私行 故来惊吓,已是遮过了 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入奸 枕头上关节最快 亦是容易小弟可长可短 见机而坐,宋江道 贤弟此去,须单干戏 带宗便道 小弟帮他去走一遭 神机军师诸武道 胸肠昔日打滑周时 常语素太位有恩 此人是个好心的人 若得本关于天子前早晚提奏 亦是顺势 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 欲速重重喜 莫非正映住此人身上 便请文村谋来堂上同坐 宋江道 相公曾认的太位素元景摩 文幻章道 他是在下同窗朋友 如今和圣上寸步不离 此人即是仁慈宽厚 待人皆悟 一团和气 宋江道 时不瞒相公说 我等宜高太位回京 必然不奏昭安一节 宋太位就日在华州匠乡 曾与宋江有一面之时 既要使人去他那里 打个关节 求他天力 早晚与天子处提奏 共成此事 文村谋达道 将军既然如此 在下档修齿书奉去宋江大喜 随即叫取纸笔来 一面焚起好香 取出玄女客 望空祈祷 补得各上上大吉之兆 随即至久 宇代宗 燕青送行 收拾金珠细软之物两大笼子 书信随身藏了 仍带了开封府印信公文 两个半座工人 辞了头领下山 渡过金沙滩 望东京进发 代宗拖住雨伞 背着个包裹 燕青把水火棍挑住笼子 拽扎起造衫 腰细住缠带 脚下都是腿绷护膝 扒搭马鞋 鱼路免布的鸡餐可饮 夜住小行 不择一日 来到东京 不由顺路入城 却转过万寿门来 两个道的城门边 把门均挡住 燕青放下笼子 打住香坛说道 你做肾魔挡我 君汉道 殿帅府有君旨 梁山坡诸色人等 恐有家带入城 因此助养个门 但有外乡客人出入 好生盘结 燕青笑道 你便是了事的工人 将住自家人 只管盘问 俺两个从小在开封府勾当 这门下不知出入了鸡万糟 你颠倒 只管盘问 梁山坡人 眼睁睁的都放他过去了 便向身边取出假公文 披面丢将去道 你看 这是开封府 公文不是 那间门关厅的 贺道 既是开封府公文 只管问他怎滴 放他入去 燕青一把抓了公文 揣在怀里 挑起笼子便走 戴宗也冷笑了一声 两个静奔开封府前来 寻个客店安歇了 有失未证 两条行李 奔东京 昼夜间行不住城 盘杰徒劳费心力 进门安时尾批请 四日 燕青换领布山穿了 将搭伯细了腰 换顶头巾 歪带柱 纸装做小贤模样 龙内取了一帕子金珠 吩咐戴宗道 哥哥 小弟今日去李诗诗家干事 躺有些撅撒 哥哥自快回去 吩咐戴宗了当 一直取路 尽头李诗诗家来 到的门前看时 依旧取见雕兰 绿窗诸户 比仙时又修得好 燕青便接起扳竹帘子 从侧手边转降入来 早闻的一箱富裕 入到客位前 献周回吊挂鸣贤书画 接檐下放住三二十盆 怪石苍松 坐踏锦式雕花香楠木 小床坐入近扑锦绣 燕青微微地咳嗽一声 丫鬟出来见了 便传报李妈妈出来 看现是燕青 吃了一惊 便道 你如何又来此间 燕青道 请出娘子来 小人自有话说 李妈妈道 你前番连累我家 坏了房子 你有话便说 燕青道 须是娘子出来方才说的 李诗诗 在窗子后听了多时 转江出来 燕青看时 别是一般风韵 但现 容貌似海塘兹小鹿 腰枝如羊流鸟东风 魂如狼怨穷鸡 绝胜贵公仙子 有诗未正 方容丽质更妖娇 秋水精神锐雪标 凤眼半弯藏琥珀 珠唇一颗点樱桃 路来玉纸欠欠软 行触筋连步不交 白玉生香花结雨 千斤凉叶时难消 当下李诗诗轻仪连步 款促香裙 走到客位里面 燕青起身 把那帕子放在桌上 先拜了李妈妈四拜 后拜李航首两拜 李诗诗谦让道 免礼 俺年纪又小 难以受拜 燕青拜拜 起身道 前者惊恐 小人等安身无处 李诗诗道 你修满我 你当初说道是张贤 那两个是山东客人 林七闹了一场 不是我巧言揍过官家 别的人时 却不满门遭祸 他留下词中两句 道是 六六燕行连八九 只等荆棘消息 我那时 便自疑惑 正待要问 谁想驾到 后又闹了这场 不曾问得 惊喜你来 且是我心中之疑 你不要隐瞒 时对我说之 若不明言 绝无甘休 燕青道 小人时速中取 花魁娘子 休要吃惊 前翻来的那个黑矮身材 为头做的 正是忽宝义宋江 第二位做的白俊面皮 三牙姿虚那个 便是柴氏宗迪派子孙 小旋风柴氏宇宇宇宙 这工人打扮 立在面前的 便是神行太保戴宗 门手和阳太尉 私打的 正是黑旋风李逵 小人是北京大名府人士 人都换小人 做浪子燕青 当初 俺哥哥来东京 求献娘子 教小人 乍坐张贤 来宅上入奸 俺哥哥要献尊严 非徒买笑迎欢 只是久闻娘子 遭祭金上 以此亲自特来 告诉中取 指望将替天行道 保国安民之心 上达天听 早的昭安 免致生灵受苦 若蒙如此 则娘子 是梁山坡数万人之恩主也 如今被奸臣当道 禅宁专权 必赛闲路 下情不能上达 因此上来寻这条门路 不想惊吓娘子 奸安哥哥无可拜送 只有些少微物在此 万万笑流 燕青便打开帕子摊在桌上 都是金珠宝贝器皿 那钱婆爱的事才 一现便喜 忙叫奶子收拾过了 便请燕青进里面 小格尔内坐地 安排好细食茶果 殷勤相待 原来李诗诗家 皇帝不时间来 因此上公子王孙 富豪子弟 谁敢来他家讨茶吃 且说当时铺下盘转 酒窑果子 李诗诗亲自相待 燕青道 小人是个该死的人 如何敢对花魁娘子坐地 李诗诗道 羞嫩地说 你这一般义事 久闻大名 只是那园中间 无有好人 与你们众位作成 因此上屈尘水泊 燕青道 前番陈太尉来昭安 诏书上并无抚恤的言语 更兼抵患了欲久 第二番领诏昭安 正是照上要紧字样 故意读破剧毒 除宋江 卢俊逸等大小人 众所犯过恶 并与赦免 因此上 又不曾归顺 童书密引将军来 指两阵 杀得片甲不归 伺候高太尉 一天下民夫 造船征进 指三阵 人马折其大半 高太尉被俺哥哥 活捉上山 不肯杀害 重宠管代 送回京师 生擒人数 尽都放悬 他在梁山坡说了大事 如回到朝廷 奏过天子 便来昭安 因此 带了梁山坡两个人来 一个是秀才消让 一个是能唱乐和 眼见的把这二人藏在家里 不肯令他出来 损兵折将 必然瞒住天子 李诗诗道 他这等破号前凉 损折兵将 如何敢揍 这话我尽知了 且饮树杯 别做商议 燕青道 小人天性 不能饮酒 李诗诗道 路远逢双道此 开怀也饮鸡杯 再做计较 燕青被央不过 一杯两盏 只得陪侍 原来这里诗诗 是个风尘妓女 水星的人 献了燕青这表人物 能言快说 口舌利便 倒有心看上他 酒席之间 用些话来吵惹他 数杯酒后 一言半语 便来撩拨 燕青是个百灵百利的人 如何不省的 他却是好汉胸襟 怕悟了哥哥大事 哪里敢来成惹 李诗诗道 久闻得哥哥 朱般乐意 酒边闲听 愿闻也好 燕青答道 小人颇学得些本事 怎敢在娘子 跟前卖弄 李诗诗道 我便先吹一曲 教哥哥听 便换丫鬟取消来 锦带内 撤出那管凤霄 李诗诗接来 口中轻轻吹动 端的是川云烈石之声 有诗未证 俊俏烟花大有情 玉霄吹出凤凰声 燕青亦自心伶俐 异曲穿云烈太轻 燕青听了 喝彩不已 李诗诗吹了异曲 递过箫来 与燕青道 哥哥也吹异曲 与我听则各 燕青却要那婆娘欢喜 只得把出本事来 接过箫 便呜呜艳艳 也吹异曲 李诗诗听了 不住声喝彩说道 哥哥原来嫩的吹得好消 李诗诗曲过软来 播个小小的曲儿 交燕青听 果然是玉佩其名 黄鹰对撰 鱼韵悠扬 燕青败谢道 小人也唱个曲儿 服侍娘子 顿开喉烟便唱 端的是生青韵美 自正腔圆 唱罢 又罢 李诗诗指展情杯 亲与燕青回酒些唱曲儿 口儿里悠悠放出些妖娆声嗖 来惹燕青 燕青紧紧地低了头 为诺而已 数杯之后 李诗诗笑道 闻之哥哥好身闻秀 愿求一观如何 燕青笑道 小人见体 虽有些花秀 怎敢在娘子跟前 轩衣裸体 李诗诗说道 谨体设家子弟 哪里去问轩衣裸体 三回五次 定要讨看 燕青只得脱脖下来 李诗诗看了 十分大喜 把尖尖玉手 便摸他身上 燕青慌忙穿了衣裳 李诗诗再与燕青拔斩 又把言语来吊他 燕青恐怕他动手动脚 难以回避 心生遗迹 便动问道 娘子今年贵更多少 李诗诗答道 诗诗今年二十有期 燕青说道 小人今年二十有五 却小两年 娘子既然错爱 愿拜魏子子 燕青便起身 推金山 到玉柱 拜了八拜 这八拜是 拜住那妇人 一点邪心 中间里好干大事 若是第二个 在酒色之中的 也把大事坏了 因此 上单显燕青心如铁石 端的是好男子 当时 燕青又请李妈妈来 也拜了 拜做前娘 燕青辞回 李诗诗道 小哥只在我家下 修去殿中些 燕青道 既蒙错爱 小人回殿中 取了些东西便来 李诗诗道 修叫我这里 专望 燕青道 殿中离此间不远 少请便道 燕青赞别了李诗诗 进到客殿中 把上见事 和戴宗说了 戴宗道 如此最好 直恐兄弟 心缘一马 栓腹不定 燕青道 大丈夫处事 若为酒色 而忘其本 此语 禽寿何意 燕青但有此心 死于万箭之下 戴宗笑道 你我都是好汉 何必说事 燕青道 如何不说事 胸肠必然生疑 戴宗道 你当素去 善去方便 早干了事便回 修叫我久等 素太位的书 也等你来下 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细软之物 再回李诗诗家 将一半送于李妈妈 将一半散于全家大小 无一个不欢喜 便向客位侧边 收拾一间房 教燕青安歇 何家大小 都叫叔叔 也是缘法凑巧 至夜 去好友人来报 天子今晚到来 燕青听的 便去拜告李诗诗道 子子做个方便 今夜教小弟得见圣言 告得纸欲笔设书 设了小弟罪犯 出自子子之德 李诗诗道 今晚定叫你献天子一面 你却把些本事动达天眼 设书和愁墨有 看看天晚 月色朦胧 花香富裕 蓝色芬芳 只见到君皇帝 引住一个小黄门 伴坐白衣袖室 从地道中进到李诗诗家后门来 到的格子里坐下 便叫前后关闭了门户 明晃晃点起灯竹银黄 李诗诗官书插带 整肃衣裳 前来接驾 拜武起居 寒温已了 天子命 去其整装衣服 相待寡人 李诗诗成旨 去其福色 迎嫁入房 家间已准备下诸般戏果 一品摇转 摆在面前 李诗诗举杯上劝天子 天子大喜 叫 爱卿尽前 一处坐地 李诗诗献天子龙颜大喜 向前奏道 见人有个孤旧兄弟 从小流落外方 今日才归 要献圣上 未敢善辩 齐取我王圣剑 天子道 既然是你兄弟 便宣将来见寡人 有何妨 乃子遂唤燕青 直到房内 面见天子 燕青那头便拜 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 先自大喜 李诗诗叫燕青吹销 服侍圣上饮酒 少请 又播一回软 然后叫燕青唱曲 燕青在拜奏道 所计无非是银词燕曲 如何敢服侍圣上 官家道 寡人司行祭管 其意正要听燕曲萧闷 清当勿疑 燕青借过相板 在拜霸圣上 对李诗诗道 因运差错 望子子见教 燕青顿开侯夜 手拿相板 唱于家傲 一曲 道是 一别加山音信咬 百种相思 长断和时了 燕子不来花又老 一春瘦的腰儿小 薄姓郎君和日道 想自荡出 莫要相逢好 好梦欲成还又绝 绿窗但绝鹰皮小 燕青唱罢 真乃是心英乍转 轻韵悠扬 天子甚喜 命叫再唱 燕青拜倒在地 奏道 臣有一只 简字木兰花 上达盛听 天子道 好 寡人愿闻 燕青拜罢 遂唱 简字木兰花 一曲 道是 听哀告 听哀告 剑驱流落 谁知道 谁知道 几天网地 罪恶难分颠倒 有人提出火坑中 肝胆长存忠孝 长存忠孝 有朝须把大恩人报 燕青唱罢 天子诗经 便问 清何故由此取 燕青大哭 败在地下 天子转移 便道 清且诉凶中之事 寡人与清理会 燕青奏道 臣有弥天之罪 不敢上奏 天子曰 社青无罪 弹奏不妨 燕青奏道 臣自幼漂泊江湖 流落山东 跟随客商 路经凉山坡过 至被截卤上山 一住三年 今日方得脱身逃命 走回京师 虽然现的子子 则是不敢上街行走 躺货有人认的 通语做工的 此时如何分说 李诗诗便奏道 我兄弟心中 只有此苦 望陛下做主则个 天子笑道 此事容易 你是李航守兄弟 谁敢拿你 燕青以目送情于李诗诗 李诗诗撒娇撒娑 奏天子道 我只要陛下亲书一道设书 赦免我兄弟 他才放心 天子云 又无预保在此 如何写的 李诗诗又奏道 陛下亲书欲比 便强似预保天福 旧继兄弟 做得护身符时 也是见人遭继圣时 天子被逼不过 只得命取执笔 奶子随即捧过文房四宝 燕青磨得莫浓 李诗诗递过子豪相馆 天子拂开花间黄纸 横内大书一行 林写 又问燕青道 寡人忘卿姓氏 燕青道 男女换作燕青 天子便写玉书道 神霄玉府 真主宣和与世须敬道君皇帝 特赦燕青本身一应无罪 诸诗不许拿问 写罢 下面压个玉书花字 燕青再拜 叩头受命 李诗诗只斩情悲谢恩 天子便问 辱在梁山坡 必知那里背戏 燕青奏道 宋江这伙 其上大书 替天行道 堂舍忠义未明 不敢轻占周府 不肯扰害良民 单杀赃官 污吏禅宁之人 只是早望昭安 愿与国家出力 天子乃曰 寡人前者两番祥赵 潜人昭安 如何抗拒 不服归祥 燕青奏道 投一番昭安 赵书上 并无抚恤昭玉之言 更兼抵患了玉九 尽是村牢 以此变了事情 第二番昭安 故把诏书读破剧毒 要除宋江 暗藏必性 因此又变了事情 童书密引军道来 执两阵 杀得片甲不回 高太尉提督军马 又以天下民夫 修造战船征进 不曾得梁山坡一根蛇剑 指三阵 杀得手脚无措 军马折其三亭 自己亦被活捉上山 许了昭安 方才放回 又带了山上二人在此 却留下文村谋在笔之党 天子听罢 便叹道 寡人怎知此事 童冠回京十奏说 军事不服鼠热 暂且收兵霸占 高求回军奏道 病患不能征进 权且霸占回京 李诗诗奏道 陛下虽然圣名 身居九重 却被奸臣必赛贤露 如之奈何 天子皆叹不已 约有更深 燕青拿了社书 叩头安置 自去歇喜 天子与李诗诗上床同寝 共乐筹谋 有失未证 清夜公车暗出游 清楼深处乐筹谋 当言幼的龙张字 逆罪滔天一笔沟 当夜五更 自有内侍黄门 接江去了 燕青起来 推到清早干时 进来客殿里 把说过的话 对戴宗一一说之 戴宗道 既然如此 多是姓氏 我两个去下诉太尉的书 燕青道 饭罢便去两个吃了些早饭 打携了一笼子 金珠细软之物 拿了书信 竟投诉太尉府中来 街放上借问人时 说太尉在那里未归 燕青道 这早晚正是退朝时分 如何未归 接放人道 宿太尉 是今上心爱的进士官员 早晚与天子寸步不离 归早归晚 难以指定 正说之间 有人报道 这不是太尉来也 燕青大喜 便对待宗道 哥哥 你只在紫衙门前伺候 我自去献太尉 去燕青进前 看现一簇锦衣花冒从人 拥住轿子 燕青就当街跪下 便道 小人有书闸上乘太尉 宿太尉献了 叫道 跟江进来 燕青随道听前 太尉下了轿子 便投侧手书院里坐下 太尉叫燕青入来 便问道 你是哪里来的干人 燕青道 小人从山东来 今有文参谋书闸上乘 太尉道 哪个文参谋 燕青便向怀中取出书 乘地上去 宿太尉看了风皮 说道 我倒是哪个文参谋 原来是我幼年间同窗的文幻章 遂拆开书来看时 写道 世生文幻章 牧首百拜 奉书太尉恩向君坐前 见子自调年时 出入门墙 以三世载矣 昨蒙高殿率患至君前 参谋大事 奈缘劝见不从 忠言不听 三番败计 言之甚休 高太尉与见子一同被掳 陷于雷谢 义是宋公明宽裕仁慈 不忍加害 责令高殿率带领梁山骁让 乐和赴京 欲请昭安 刘见子在此制当 万望恩向不惜齿牙 早晚于天子前提奏 早降昭安之典 比令义是宋公明等 早得是罪获恩 建功立业 非特国家姓慎 使天下姓慎也 立功名于万古 现意勇于千年 救取贱子 使领再生之赐 福楚泉泉 幸垂昭茶 不胜感激之志 宣和四年春争月某日 文幻章在拜奉上 宋太尉看了书 大惊 便问道 你是谁 燕青答道 男女是梁山坡浪子 燕青随即出来 取了笼子 进到书院里 燕青禀道 太尉在华州匠乡时 多曾服侍太尉来 恩向远何望了 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 辽表我哥哥寸心 每月占卜课内 只助求太尉提拔救济 宋江等满眼指望太尉来招安 若得恩向早晚于天子前提奏此事 则梁山坡十万人之众 皆感大恩 哥哥择住献赐 男女便回燕青拜辞了 便出府来 宋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 已有在心 且说燕青便和戴宗回殿中商议 这两件事都有些次第 只是萧让 乐何在高太尉府中 怎生得出 戴宗道 我和你依旧伴作工人 去高太尉府前伺候 等他府里有人出来 把些金银贿赂与他 赚的一个私儿 通了消息 便有商量 当时两个换了结束 戴江金银 镜头太平桥来 在衙门前 窥望了一回 只见府里一个年纪小的余后 摇摆江出来 燕青便向前与他施礼 那余后道 你是圣人 燕青道 请干半道茶寺中说话 两个道格子内 与戴宗向线了 同坐吃茶 燕青道 石不满干半说 前者太尉从凉山坡带来那两个人 一个跟的叫做乐和 与我这哥哥是亲眷 欲要献他一件 因此上向央干半 于后道 你两个且修说 结堂深处的够当 谁里会得 戴宗便向秀内 取出一定大银 放在桌子上 对于后道 足下指引的乐和出来相见一面 不要出衙门 便送这定银子 与足下 那人献了财物 一时力动人心 便道 端的有这两个人在里面 太尉君子 只叫养在后花园里素歇 我与你换他出来 说了话 你修诗信 把银子与我 带宗道 这个自然 那人便起身分付道 你两个只在此查方里等我 那人急急入府去了 为之如何 有事未正 于后衙中走出来 便将金箔向前排 燕青荡下通消息 准你更深有百话 带宗 燕青两个在查房中等不到半个时辰 只限那小鱼后 慌慌出来说道 先把银子来 乐何以叫出在耳房里了 带宗与燕青复耳低言 如此如此 就把银子与他 鱼后得了银子 便以燕青耳房里来建乐何 纳于后道 你两个快说了话便去 燕青便与乐何道 我同代宗在这里 定计赚的你两个出去 乐何道 只把我们两个养在后花园中 墙园又高 无计可出 折花梯子 尽都藏过了 如何能够出来 燕青道 靠墙有树膜 乐何道 放墙边 都是大柳树 燕青道 今夜晚间 只听咳嗽为好 我在外面 扬过两条锁去 你就相近的柳树上 把锁子搅付了 我两个在墙外 各把一条锁子扯住 你两个就从锁上盘将出来 四更为妻 不可失误 那于后便道 你两个只管说甚的 快去吧 乐何自入去了 暗暗 暗暗通报了 消让 燕青急急去与戴宗说之 当日至夜四后住 且说燕青 戴宗两个 就街上买了两条粗锁 藏在身边 先去高太尉府后 看了落脚处 原来离府后是条河 河边却有两只空船揽住 离岸不远 两个便就空船离府了 看看听的羹骨 一打四更 两个便上岸来 绕住墙后咳嗽 只听的墙里应声咳嗽 两边都已会议 燕青便把锁来样浆过去 约墨里面栓细牢了 两个在外面对脚钉 紧紧地拽住锁头 只见乐何掀盘出来 随后便是消让 两个都溜江下来 却把锁子丢入墙内去了 四人在来空船内 扶到天色江小 却去敲开客店门 房中取了行李 就店中打火 做了早饭吃 算了防速钱 四个来到城门边 等门开时 一涌出来 望梁山坡回报消息 不是这四个回来 有分教 宿太尉担奏此事 梁山坡全受招安 正是中贵宫亲般奉赵 英雄朝贺在丹池 毕竟宿太尉 怎声奏请圣旨 前去招安 且听下回分解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